近日山东青岛牢山区 北宅街道万亩樱桃陆续成熟 这里光线充足 昼夜温差大 土壤适合樱桃生长 成了远近闻名的樱桃之乡 樱桃成熟后迎来大批游客采摘品尝 北宅街道拥有牢山小樱桃 牢山樱桃 红灯 沙蜜豆等数十个品种 每年的樱桃花海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游玩拍照 樱桃园非常地大 樱桃园非常地好吃 准备带回去给家的亲戚朋友分享分享 北宅鼓励当地农民发展樱桃种植业 将樱桃种植与旅游观光结合 多方面拓展农民收入渠道 果农通过种植樱桃增加了经济收入 我现在种植有1000多株樱桃 也是有目的 1000这个樱桃就是三块两块一斤 现在来说都没二十三十 北宅街道还通过举办樱桃节一系列活动 拉长了乡村旅游产业链条 北宅共有樱桃是大约46万株 然后亩数是1.1万亩 五年前樱桃带给我们的年均收入 大约是每人人均8600元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大约是13000元 谢谢大家